依照現身開市府新任人事記者會 台南市長黃偉哲一臉嚴肅 因為進發局長前一天遭檢調搜索 經檢方復訊後 當庭逮捕申請羈押 會要求我們的團隊的成員 簽署連政公約 這算額不是事實 他本來就是要離開的 他本來就是離開 算一本來就是 所以他被生涯並不影響 小內閣名單 原本就不影響 外傳陳凱琳在新一波的人事案中 要平調環保局長 因為爆發社堂案 因此出現變數 不過黃偉哲否認這樣的說法 還說陳凱琳早就表示要回校任教 局長現在是要搜索什麼 二十一號中午 陳凱琳遭到檢調突襲式搜索 並帶回調查 而陳凱琳被檢舉 經手七股工業區開發 租售管理案時 操縱散播 說得標廠商信用不利的消息 再要求廠商拿錢擺平 檢方認為他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 利用職務詐取財務罪 一擊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嫌 犯嫌重大 且有逃亡 淹滅 偽造 變造證據 及勾竄 共犯或證人之餘 經當庭逮捕後 向法院申請 積壓禁見 五十三歲的陳凱琳 學經歷豐富 有碩博士的學位 也曾經在多個縣市擔任重要的局處首長職務 小內閣首長爆發涉灘 黃偉哲上午還是一行程公布新人事 新任副市長將由文化局長升任 監發局長將由台中市府參事出任 新人事也希望能為市府帶來新奇象 華視新聞 劉漢神 孫威娟 徐靜一 台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